謝謝兩在座的各位夥伴 很高興今天能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論世代人員的這個想像 還有從褐色到綠色這一塊可以如何來做 那首先我先澄清一下 我真的不是這個宣傳上面寫的綠色名人 只是說這方面有很多的興趣 特別是在前兩天開那個全國的環境研究會議 在那之前我原本還沾沾自喜 想說最近台電不是有這個電費補貼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看一下自己的電費單 你可能上個兩個月是不用講電費的 我原本想說拼四個月不要講電費 結果我碰到荒野的前輩叫黃奇君 我跟他比一下用電量 結果我還比他多五十度 我大概兩百出頭兩個月他加起來只要一百八 從此之後我真的不敢再講我自己是節電達的 因為我這樣用電度 再怎麼省四個人看起來兩百多好像是一個極限的 雖然好像還不是太多 碰到這樣的狀況其實跟我現在工作的屬性其實非常相關 台大電子文藥基金會長期是在推動節能 特別是從住宅從建築物來做節能 當然我們也做節水 其實節水跟節能非常相關 在台灣一度水大概是等到零點七度變 所以在這兩塊最近我們都花了很多的心意在做相關的研究 有這幾年大概也大概十年左右 也有做一些基礎研究 但其實我們在做很大的一塊 其實跟局長跟韋傑報告一下 其實就是在做這種建築物 在這個Session上面能夠達到什麼樣的標準 剛剛韋傑特別提到零浩門住宅的概念 這其實在國外有些新建建築 它本身就已經要達到這個目標了 但它這個目標的同時 它其實有一些方式可能是用外購綠色電力的方式 但某一部分可能是它必須自己在建築設計上面有一定的程度 那也跟大家報告一下 其實在台灣應該說六月的時候就可以對外聲稱 有第一棟自己台灣的建築後能建築 是在莫拉克風災之後 由基金會我們在納馬鄉民權國小 捐贈納馬鄉鄉的一個國小 那它過往的耗電量每平方米一年大概只耗了七度變 所以我們在去年在裝設了一點點的再生人員之後 在今年六月大概一整年就可以達到近年耗的 也就是說它本身所產生的電會超過它自己所耗的電 所以其實大家可以看到國外很多的相關的研究 相關的案例會覺得 是不是都是國外的 國外的風土人型跟台灣不一樣 台灣一定達不到 事實上這些技術台灣是可以達成的 而且實行使用的經費並不會特別高 那除了像是納馬夏近年耗的這個學校是經費 那從09年開始不斷的去做投入之外 大概如果在座有台中一中的 今年台中一中百年校慶 在5月1號的時候 我們幫它做一個古蹟修建 但你覺得這古蹟修建 本身也是讓建築物的物名延伸 但事實上我們做的另外一個是在它相對高點也是加太陽能板 大概14.7、14.8 KWP 的太陽能板 事實上並不是特別大 但已經足夠讓這棟骨積 達到所謂的負排碳 我覺得它的耗電量也很少 那我的整個發電量也大於它 所以我們是從一點一點的這樣一個案例 去慢慢做一些累積 希望能夠告訴台灣社會說 其實你如果願意去做的話 並不是太難 舉例來說 像今天其實外氣的溫度 並不是特別熱暴 但是像這樣的空間裡面 通常它還是會設計冷氣 那因為我突然就覺得 為什麼冷氣一定要放在最上面 現在只要有任何一個冷 比如說我站起來好了 我現在離天花板 大概要兩個我 才能到天花板 可是我們冷氣 像是放在天花板上面 是不是有可能 如果我們冷氣的高度 只降到一半的話 其實我們的能夠就減半了 但這個是在建築設計在標準上面 你就必須去做這些要求 你沒有要求 建築師看到這樣的建築空間 去做這個設計 就以往就這麼畫 那當然 它的人耗就這麼高 那這個畫出來之後 到後面 大家就要找 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發電 去供應這樣一個耗能的建築 從細胞案到現在 其實他們進行了很多相關的重建工作 包括外殼拉皮 這一次他們有一個建築拉皮的工程 它其實就採用了這個外殼節能的概念 那可是因為發包的關係 它每平方米大概還是用六千五百塊去發包 通常在做綠色拉皮 就有做隔熱可能要到九千塊左右 不過我知道還是有一些團體有進去幫他們協助做這方面的節能 光這方面放一個玻璃把它變得比較厚一點 大概是10mm 然後另外再加個3mm的這個 它那應該是玻璃纖維 發包去做這個外殼的隔熱 其實就可以很容易的 讓這個氣泡案的受災物 在今年的夏天大概節省百分之十二的用電 這是大概的數據 都可以知道從外殼進去的那個 當然是佔這些 所以如果一開始在整個重建案的標準 就稍微拉高的話 因為這個其實老實說 也不是能源群一個要扛下所有這些責任 這是各個相關的主管機關 他在做這方面的規劃的時候 如果有機會他把這放進去 其實對負面整個能源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一直認為說 以企業險經濟會的角度 我們可以去有一些案例 來告訴社會當中說 這樣做並不是那麼難的一件事情 那或許有一些資源或是有一些數據 必須家裡做一個整合 這樣只要遊戲規則很明確的話 產業自然會起來 譬如說過去我們在提到很多的這種節能 通常是用補助的方式 但像補助的方式其實很怕的就是補助可能會造成浪費 這個在中國當然我們有看過他們之前 用這種補助節能家具 結果你看樓民去買那個很好的洗衣機 結果在那邊咽下菜 會造成這樣的狀況 另外就是會有所謂的反彈效果產生 我覺得雖然你很節能 但你整體的用電量是增加的 所以如何當遊戲規則建立之後 大家願意朝這方向去做 我覺得這個是相對來說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當然在前年 我們是委託中心大學的許記憶教授 他幫我們在做有關白色電力的研究 所謂白色電力就是節電之後 這個接下來的這些虧點 有沒有可能用交易的方式 但這個交易不是說 我跟你這種用戶的交易 而是發電端或者是民間電廠 他們有自己這樣的一個壓力 這個壓力來去政府 就政府只要給遊戲規則 給他一個目標 他必須要達成 那他就必須要去想說他要怎麼達成 他有沒有聽過電力公司會送你節電燈泡 他為了要達成這目標 他認為送你節電燈泡比 他去想他要再怎麼發更多的電 其實更去效應的時候 他就會做這些事情 相對的我們另外在追蹤的一個重點 這也是跟今年西歐會議會非常有關的 就是在擴除化石藍料補貼方面 因為最近剛好有六縣市在談到 這樣靜南深美這一塊 化石藍料補貼其實是台灣長期以來比較少人提的 我們以2013年的數據來看好了 根據IEA的數據 大概那一年全台灣在補貼化石能源的 大約來到了五億美元 算起來大概是一百八十億新台幣 當上那一年補貼再生能源的只有十五億 在日本有些是從事再生能源業者的 有些時候在開這種費率的時候 甚至會被人家批評說他們是小偷 在偷納稅你的錢 那大家看看我們 其實補貼 骯髒的化石藍料 是這麼多錢 所以像德國 大家可能只在意他說 他的費額死成 2022年嗎 有什麼記錯 他其實最快是在2018年 他要廢除所有化石藍料補貼 那化石藍料補貼的廢除 也在世界銀行跟INF 這裡他們列為是接下來的重點 在去年的聯合國會議裡面 全球大概有一千多家的企業 也同意在探地價用企業內併的方式自己去做達成 台灣有四家企業產品 所以這一類的遊戲規則 或是說一個弱勢條款出來之後 老實說 產業他自己會去想說他該怎麼做 好像在座有幾個我的朋友 有的是歐洲商會 專門在做這個提炭唱新的 那在歐洲他們很明確有這個遊戲規則之後 大家就會去想 那包括有做氣象產業的這個專家 那氣象產業他呢 其實很多的這些氣象資料 其實對於節電是非常有幫助的 包括這個外企的資料 包括對於尖峰用電這方面的一個預估 這個其實跟後續未來我們如果要推動分散式電力 甚至加護的儲存系統其實都有相關的 所以大概總和這兩點我會認為 在台灣其實真的會比較需要是一個明確的遊戲規則 至於產業他只要有錢賺的地方 他自然就會朝向這邊取出 最近缺水 大家很喜歡取新加坡的自己字 新加坡除了再生水之外 有一個很重要的案例叫做冰海瓶 它是2008年就是把金沙酒店出來的那邊 然後把它堵起來 然後也可以取水 其實那個工程 有台灣的廠商在裡面參與 4月的時候就今年了 今年4月 美國有一個新的太陽能聚光型的電廠 叫做星月沙球 如果大家有上網查的話 它大概是110MW 這麼大的一個大型的電廠 讓大家一年可以產生的太陽的電力是五一度 它是聚光型的 裡面的自動控制系統是台灣的廠商做的 對 所以對台灣的廠商來說 其實各地有機會 它有這樣的技術等地 它就會驅逐 當然如果在台灣也有這樣的一個 產業的發展的條件 當然這個技術也是會進來的 所以我覺得比較重要的 包括像是法規 包括像是遊戲規則這個制定 是我這邊認為在台灣未來 在賣相綠色的方面 會蠻重要的一款 像是可以發言 順便提一下地方政府 其實真的人做的地方還蠻多的 因為其實依照環境基本法第21條 地方政府本來就可以制定 相關跟檢判相關的地方資質政策 另外其實我可以舉一個例子 之前前任的媒員局長 後來去台南市當金棒局長的時候 他那時候設定一個 在推太陽光的5點的時候 他用政府來做訪問 然後去鼓勵大家來申請 這方面的一個綠色型態 就成功的在當地 建立一個模範 身體量衝上來的時候 其實很多現實都是地上模範 那這個其實也讓很多的金融機構 他也開始願意對於這種綠色產業 開始做訪貸 對所以其實很多的創新我覺得 從地方做起跟中央的政策相互搭配 我覺得這個是倒是可行的一個狀況 那再來就是剛剛提到的這種標準 就是當如果你的比如說電力或是 現在大家也談水價 就是如果水價電價都很低的話 大家到底也沒有這樣的一個誘因去做 節能或是節水的工作 剛剛我提到在我家的用電力不高 但其實我做了一些先期的工作 包括現在坐在這邊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我家裡面的總訂閒是關的 因為這樣子我可以減少所有的待機電力 但是我並像的那個有開 又要被我老公罵 在那邊就是要做管線的更改 但只有我這個的現在還是屬於一個道德人士 但你沒辦法用道德人士去要求全台灣人都這麼做 但是有沒有一個什麼樣的方式是可以告訴大家說 如果你房屋買賣 你有這套節能的設施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什麼加成的效果 或者是像在日本他們在去年吧 因為他們現在受限於整個電力的一個需求 其實他們分散是電力出能的系統 現在這一塊非常的躲熱 而且明年他們也是整個電力的自由化 商業化也會很快起來 所以像各位可以看到Soft Bank 大家可能只關心他的球隊 其實他們現在在推這種輕人的燃料電子 用它那個應該是瓦斯吧 就是這種分散式的 對 當然像這個產業 我們知道像大台的瓦斯 他們也有去做相關的一個研究 可是當你沒有這樣的一個氛圍的時候 其實產業起不來 這裡最後再呼應一下就是 其實像氣象服務這一塊 目前在台灣 我們做的還是比較屬於零售業的 比如像我家便利商店 他可能在氣象服務上 他覺得這幾年會很熱 那我大量進冰品 那我就給大專業 但實際上這種氣象服務 其實對於建築節能是非常關鍵的 所以如何把這兩者做一個導入 然後創造適當的用意 讓產業進去 我覺得這個還是有可能讓一個政策 能夠延續 真的是沙頭的生意有人做 賠血的生意沒有人做 你當你有足夠的用意之後 我們在國外看到這些綠色的瓦斯 我覺得在台灣才能真正的成分 不過今天在這裡 代表公司 告訴你說 接下來我們的整個產業規劃是多少 那你也知道台達之前 N30有合作法 接下來會有電子廠 對 那其實在日本 他們現在除了在這種 加護的儲存系統之外 另外一個做很大的 其實是電廠儲存系統的鋼 它可能是用一比子電池 或是用下關的 但它是做MegaW值的儲存 那這種儲存其實是要因應 未來半身是電力之後 的確可能會出現電力不穩定 所以你在做再生的原根 除了這個絕對是要搭配的 就是在充電的同時 那加護有加護的做法 電廠有電腦的做法 他們其實這種做法 真的很多種 那兩岸雜雜雜雜 我覺得現在正能在日本 幾乎這個戰國時代 我覺得那個 或許在台灣未來找到這一步的時候 在這段期間的觀察是非常重要的 對 那至於運電這件事情 其實我個人本身很少 就我在買官的意見 因為我老婆是香港人 那以前跟他交往都要飛到香港去 那有二氧化碳排放量 所以我就要上國泰紅衛公司的那個什麼 分散 那它有些是可以選的 比如說你可以選重數文還運電 對 那用探中的方式 可是這也是道德程式 可能也會被自己罵很笨 額外多買了這些東西 對 但對我來說 如果它真的是能夠創造一些額外性 我覺得這是我會願意去做的 因為我知道 剛剛我提到那種東西 有關化石藍藥的補貼 是因為我們知道現在化石藍藥 或是說我們現在的電壓 基本上是被低估的 它有很多外估性 環境成本 包括現在有關健康的這個成本 你會發現過去我們都沒有計算在這裡面 所以如果這計算機來兩者 是不是一定說 化石藍藍藍燒一定比在上面 我覺得這個真的要精算 但對我來說 在購買這種有外估性的這個 我過去其實是 一直以來都有在認購 所以這也是我這邊的一個意思 那再來就是 等一下才會有什麼 這邊就OK 在這邊就是 我剛剛為什麼一直會提到標準 為什麼會提到說 其實政府最重要的還是遊戲規則的制定 我舉一個例子 這其實跟歐洲商會有關 歐洲商會現在的主席 台灣這邊的是福特汽車的 不是 不是 Bosch 是Bosch 換了 我們之前的主席 就是福特他們其實有一個例子 就是在美國那時候 想要把各家欺貞業者找來 那他的目的其實是要是把他們說 你接下來每公里每公里的牌量是多少 那他就會定立一些標準 可是定立這些標準之後 業者當然就跳腳 那當然就是 有錢的出錢 有力的出力 就是遊說國會議員 那當然不是每個都像田偉文 這麼當政府的人 可能有些就會去幫這些業者去遊說 他那邊換幾年 是不是 可是後來他們就發現說 去投入遊說的這些錢 如果拿來自己在做 截遊 或是檢探相關的研發之外 不論智慧觀感好 對於他整體來說 如果也要這樣高昂 對消費者來說也是會有誘因的 所以他們大概從2000 其實2000年開始吧 幾個跟不同的業者 漸漸的轉向 就變成他們可以跟政府共同來提說 好那大概有一個標準的接受 但逐年提高 然後他們把這方面的 好的印象 就可能灌入CS 或者有種標率 但總之 他們的 接下來買的新車 它的油耗量 的確是突然提升 其實這樣的方式 我覺得在台灣 我們也有做 我們其實也 順著美國的做法 其實我們也是每年提升 而且也會公布減能的汽車 環保水源 跟物環保的汽車 所以其實像這一套 由業者他們自己覺得 與其花錢在抵抗 然後不如去加入這方面的大關鍵 這種其實是有跡可取的 但是重點就是 遊戲規則其實要確定 像最近有關南潮深淚這件事情 因為大家可能都會指著幾個大企業 但我知道有些這些企業 它本身基本上只要有明確的要求 它也會率先取得 但重點是有要求 你沒有要求 但這個要求 老實說通常還是民間 民間給政府壓力 政府對付標準 那如果他覺得產業要基於生存 就得往這邊去做 所以我覺得 這個或許是一個可行的方向 那不論是從業者自發性的 或者是從標準 很明確的遊戲規則 逐步的提升 不要讓他們不管措手不擠 至少可以逐捏的去做調整 我覺得這個或許是接下來有機會 有機會